红达店 它的营收是低空飞过了财测的低标区 不过第一季的获利仍然是有3.6亿元 每股的税后盈余更是以0.43亿 逼进了财测的高标区 第一季财测顺利的达标 法人其实应该是要给一个赞 不过市场却是质疑 红达店从去年第三季开始 到今年第一季已经是连续三季的 业外获利是高于本业了 不过这个业外收益是从哪里来 外界是感到一头雾水 随着饥煌M9扑货拉抬 红达店三月营收比二月倍增至200亿 首季营收415.2亿元 剂减13.2% 顺利达到财测低标415亿 尽管营业净利只有2000万元 但是在业外溢注下 售后存益3.6亿 每股存益0.43元 逼近财测高标 虽然交出亮眼成績 但分析获利结构主要来自业外 业外获利究竟哪里来 红达店只回应详细财报内容 将等月底法说会才对外公布 也让投资圈留下一团迷雾 这整个呢是刚刚才开始而已 如果今天有人讲说 OK Smartphone竞争那么大 是根本就是 哎 这个你挑战什么呢 但是我跟你讲 刚开始 展望第二机动能 随着高阶旗舰系列 及中低阶机款全面启动 外资预估四五月营收 都有机会 搅出亮眼成績 M9占营收比重会超过50% 从四月业绩就能看出 M9的销售力道能否持稳 目前法人圈对红达店后世 展望看法分歧 主要考量在苹果跟三星 排挤效应下 M9周期恐怕偏弱 此外 红达店计划四月底 推出搭载联发科晶片的 M9 Plus跟19 Plus 但本土法人认为 产品定位不明 甚至可能排挤M9的销售 对第二机营运帮助不大 预估第二季营收约620亿 低于外资圈 预估平均值的670亿元 信心这个可以超过816的成绩 我们当然是希望 而且我们内部信心 是企图新生很强的 外资指出 红达店第一季本业低于预期 尽力高于预期 代表利息收入 与汇兑收益等业外收入大增 但回归本业仍然处于 损益两平边缘 未来要透过产品周期 恐怕更短的饥宝M9 来扭转第二季颓势 甚至重返荣耀之路 人迢迢 东方产经新闻综合报道